世界一把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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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呢 我们要跟大家谈的是天下杂志这一期的封面故事 他在谈的是跨界联名交换粉丝的成功心法 那么怎么样把自己本身你有你的品牌 你有你的消费者 你有你的粉丝 那可是呢 如何能够突破同温层 那么跟不同的品牌 可能是落差很大的 可能是等级很一样的 所以呢 这一期的天下杂志就在谈 就是说呢 这几年呢 这样一个策略 似乎受到大家的关注 那么在天下杂志这一期里面 也跟大家报道了 十大最强的跨界换粉的案例 那么杂志也提到就是说呢 天下也提到就是说呢 从超商到网红 到总统候选人 都在想说品牌要如何强强联手 现在这指的是郭柯吗 这叫做什么 跨界 跨界联名 郭柯和的话 是不是也是一种跨界联名的概念 好 在我们线上呢 是天下杂志的副总主笔 王一芝 欢迎 季文姐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 那么请这个这样子 请这个一芝先跟我们讲一下 天下杂志这一期讲的这个 什么叫做跨界联名 什么叫做交换粉丝 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 好不好 好 其实我们当初会想到这个议题啊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点 就是那个那个当初我们是因为发现说过去在应该在这半年来台湾就不停的有这个品牌在做这个跨界联名的一个动作 那譬如说大家走到那个便利商店或是各式各样所有的消费场合 大家都可以看到这样子强强联名跨界合作这样的概念出现在坊间 那我们就是归纳了一下大概近五年来这上半年 今年上半年大概是就是联名最夸张的一年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这背后一定有故事 那刚刚立文杰有讲到就是说那个跨界联名从便利商店 然后一直到我们看到连网红甚至连总统候选人 其实他们都在做一些跨界联名然后交换粉丝的效果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很多网红他们都是互相拉抬 找一些可是原本可能不是他的就是粉丝的那样子的意见领袖 所以你指的是比如说像现在所有要选总统的人都很喜欢去上网红的节目 那这些网红他本身可能本来政治性不高的 可是选举的人就想要扩充他的支持群嘛 那网红也想要因为他是总统候选人啊 想必有很大的高的知名度跟群众基础 所以可能对这个网红跟对这个总统候选人都是有可能是加分的 没错特别其实我们看到总统候选人他们在操作的时候 他会找就是不同阵营的网红 他其实应该说那个网红他本身可能他就政治取向 有偏蓝偏绿或偏白或中间取向的 他会找跟他不同的网红然后去上他的节目 然后等于是说彼此交换他的粉丝 那其实他的这个扩张效果是很大的 因为其实我们看到就是说 现在因为我们过去几年都在讲同温层行销 所以这个同温层其实已经非常的厚了 就比如说我自己的脸书我已经看不到其他 不是我非我族类的一些广告 就是我不喜欢的广告不会到我的同温层来 那也就是说比如说我是某一个阵营的支持者 其实我已经看不到其他阵营他他想要说的 他的证件他的相关的东西 那其实呢就可以利用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强强联手跨界联名的这样子的一个方法 然后呢等于是突破同温层 然后让彼此去交换他的粉丝 其实这一招还蛮有效的 所以说其实这个跟网络时代的崛起 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因为网络的这个社群网络的关系 所以导致现在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同温层里头 你所接受的所有的讯息都是你在乎的 你care的你喜欢的 那久而久之你不在乎的 你不care的你不喜欢的 你其实已经再也接触不到的 那每一个人都活在自己的同温层里头 所以也很多人讲就是说 现在这个社会是一个非常极端碎裂的一个社会 大家因为各自活在自己的同温层里面 所以当你这个品牌或者说你这个产品 有一个长期固定的消费群 你怎么样突破就变成就是说交换联名 是一个现在大家发现很好用的方法吗 是这样没错 因为我们发现就是当然你一定会有自己的忠诚的粉丝 你固定的粉丝一定会有 但是你每年差不多会流失20%的粉丝 那些我们称之为姜粉就姜石粉 它其实已经不太有消费力了 或者是对你其实只是偶尔可能没有离开你而已 它其实对你的效忠度不是那么高 但是呢我们讲那个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我们要让这些就是姜粉离开 但是我们要试图去外面抓一些新的粉丝进来 那要怎么去抓这些新的粉丝呢 其实我们讲的这个跨界联名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 那为什么说它非常有效 其实跨界联名它基本上它是一个老梗 它并不是一个什么新的行销方式 因为其实过去在很多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时尚精品 他们早就在玩这个跨界 都玩到炉火纯青了 那就是说到应该说这一两年来台湾才开始又去 等于是说非常熟练的去操作这个跨界联名 其实有蛮重要的一个就是时代因素 那我们讲的时代因素 第一个就是因为就是台湾的消费力一直起不来 也就是很多就是我们跑线常常会发现很多受访者告诉我们说 现在你要从消费者那口袋里面捞钱 其实非常非常的困难 那所以呢你要吸引它的注意力 你一定非得要想出一些招数才行 那再来呢我们可以发现说这个跨界联名是一个非常立即见效的方式 就是你从过去他们在操作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发现只要操作跨界联名这样子的一个行销手法 它固定会有相当大的业绩进账 原因是因为它其实是非常吸睛的 它非常吸眼球的 比如说两个完全不同的品牌 他们呢彼此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来讲一个就是很特别 比如说我们在案例里面有提到 就是这两天那个新闻还蛮夯的 生有牛奶糖 对我正想问你 对对对对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联名 其实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面 其实他们都就是大概都在前一两名 就是大家很熟悉的老牌子 对那你怎么也没有办法想到说 他们两个会合在一起 推出一个新产品 那所以呢当他推出新产品的时候 麦当劳原本的粉丝 生有牛奶糖 以前到现在的粉丝都会想去吃吃看说 就很好奇 这样的新产品到底有什么新意 所以他自然而然业绩就进来了 有道理哦 所以他们是什么新产品 他们其实他们已经推出的是冰炫风 就是其实麦当劳他们固定有一个产品叫冰炫风 那他们其实在今年呢 就是那个 应该有20年没有走进麦当劳了吧 所以这个就是 其实就是吸引像你这样子 很久没有走进麦当劳的人 那你就会想到说 那生有牛奶糖是你小时候曾经吃过的一个 可能是一个零食 那你就会想说 他今天跟生有牛奶糖 跟麦当劳的冰淇淋联名 那吃起来是什么味道 所以你就会想去试试看 牛奶糖口味的冰淇淋 双淇淋是不是 是就是有一点 双淇淋 焦糖口味的 冰炫风 我们现在个人对这个感染产生了好奇 哦所以说 所以呃 现在很多 因为我看到你们举的例子里面啊 有一些大家比较熟悉的 譬如说你刚刚讲到超商 对 那我们去超商里面呢 现在超商都要 欸超商竞争也很激烈了 超商都要想尽各种的办法 然后就像你说的 来来增加买气 现在好像买气一直都很低迷这样子 那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他会跟这个 我们以前的这种古早味结合 有没有 就在地古早味啊 一些那种土产啊 做结合 那有些 就是说他也会推出一些不同的这些东西 那这些才能够激励你去购买的欲望就对了 呃是 其实这一次呃 超商算是呃 最夸张的一次联名 最夸张的一次联名 怎么说 我从来 我从来没看过超商 因为我跑了十几年的超商 这个这个产业 我从来没有看过超商这么积极 他们呢 等于是说 他们找了 譬如说他们找可乐果 跟那个呃 季光香香 呃 他们找那个洋芋片跟香 呃那个香香鸡 对 去联名 然后呢 等于是说 他们就开发一种 开发出一种 这种炸鸡口味的洋芋片 洋芋片 对对对 然后甚至找那个呃 呃 顶王 我觉得最夸张的是 那个泰河店跟那个呃 那个七七如家巧克力 一个咸的一个甜的 做出来的巧克力 到底会是怎么样的味道 麻辣巧克力哦 是麻辣巧克力 哦 对就是 就是 我没有 哎我还蛮出入 那个超商的 我怎么没有看到这一款 哈哈哈 他其实都在呃他们后来呢非常的厉害都把它摆成呃一整列就是那一整列其实全部都是呃等于是说联名的呃零食的产品哦 而且不是每一家都有对不对是不是不是每一家超商都有啊他们那个品牌也不是每一家你懂我的意思啊懂我啊 他们其实会看每一个地域地域性啊每一家的地域性的特性啊特性对对对对如果你这家他们他们会现在几乎都是以前我们的讲呃连锁嗯 就是说连锁超市讲的就是说全部都要一致对啊对那现在现在我们好像都没有呢没有现在我们要讲个人化嗯对对对对那所以呢其实你到每一家呃便利商店看到的产品呃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嗯对那这一次他们很有趣是他们当没人嗯呃便利商店当没人嗯他们去把比如说他们去把牛奶加上呃呃呃呃就是乖乖就是把两个呃呃光泉牛奶跟乖乖两个合在就是 然后卖在一起乖乖口味的牛奶乖乖口味的牛奶乖乖口味的牛奶就对了啦对类似调味乳对对那就是我们就会想要吃吃看就是说那到底这样子的牛奶喝出来是什么味道那听说就是除了这样子的呃产品大卖之外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说呃同时间那个乖乖的这个这个零食有没有乖乖的这样的零食如果乖乖有新口味的话我一定会去买 是你看牛奶有新口味我就不会了哈哈哈牛奶本人只喝鲜奶其他一概不喝那但是呢乖乖如果有新口味因为我本人是乖乖的忠实顾客我一定会去买来吃吃看哈哈哈就是有很多像那个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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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的忠实顾客他除了就是呃呃呃呃他除了吃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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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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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流量你就会有钱 但是这样的时代已经 就是流量红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所以其实你要花很多的钱 才能捞到一个客人 而且这样的客人 其实他不一定是很忠实的客人 不一定是很忠诚的客人 所以他们就觉得说 与其投钱在网路上乱撒 还不如就用原来的粉丝 其实我们刚刚一直没有讲到一个点 就是说他们这个跨界联名 以前我们在讲跨界联名的时候 只有讲就是说 这个产品本身的一个效益 可是我们这一次呢 天下杂志在讲的是 除了跨界联名之外 他其实在做一个交换粉丝的动作 这样就可以交换得了 他不会因为一时的产品的推出 然后我的意思是说有个时间性 就是好奇好奇 他吃过就算了 就是只是一时的那个而已 不会延续 这个呢就要看你这个品牌的功力 如果你只是就是做产品的联名而已 就是说他可能尝鲜 然后就再也不来了 那就是你的功力不够 那你如果有办法呢 就是让他们彼此联名之后呢 这个新的粉丝他还愿意尝尝看 还有忠诚度这样 对他你新的产品就除了联名那一款 比如说这样好了 我来提一个就是我们在讲 我们讲一个零售业最成功的一个 就是交换粉丝的一个案例 就是全家便利商店跟天和鲜物 这样的一个案例 就是他们彼此呢 其实是完全不搭嘎的 因为其实他们的课程是完全不一样 全家的课程呢 他是其实是在39岁以下 这么年轻哦 年轻便利商店的课程 都很年轻 都很年轻 但是天和鲜物呢 他的课程 想必是39岁以上了 是的 就是在39岁以上 完全是不搭嘎的两行人 对因为天和讲究的是这种 就是说有机啊 天然啊 健康啊 然后因为他的价位也相对的会比较高嘛 所以年轻人 买不起 对买不起 而且觉得有机等于难吃 但错误 这是错误的概念 对对对 这是错误的概念 那就是年轻人 有这样的既定印象 所以他打死都不可能去 走进天和监物 天和的感觉 跟他们不合 完全不合 对 所以呢 加上就是说 其实全家便利商店 他也想要天和 这一群的原本的这个粉丝 因为未来就是 台湾就是走向一个高龄化社会 所以年轻 少子化 少子化越来越严重 所以等于是说 全家以后的消费者会越来越少 所以他一定要想办法去 抓到那个天和鲜物 那一群 就是过去跟着 全家便利商店 一起长大的那一群人 他后来已经不去 全家便利商店的那群人 他想办法把他们抓回来 年纪大了以后就不去全家吗 不会吧 应该不至于吧 应该买的东西不一样 比较少一点 就是他比较不会去尝鲜的那种 零食可能吃少一点 是是是 没有错 没有错 像我这样 对就不会什么 要一直去关注 有什么新的零食出来 比较不会这样 然后就是说 他们就合开了一家 就是天和 然后叉叉 就是我们讲成语 那个全家的这样子的一个 在哪里啊 在很多地方 其实在七家 比如说我们看到 好像在罗斯福路那边也有 就是其实都 大家可以去上网去看 其实还蛮多家的 那其实呢 很多就是 为了很多天和的人 为了 其实天和的点不多 因为很少 对天和的点非常少 对所以他为了要去买天和 方便一点买天和的东西 差很多啊 所以他要踏到 全家 天和 就联名的那一家店 那他进去之后呢 除了去买天和的东西 他也会顺便看一下说 诶 全家最近出了什么新的东西 然后呢 可能他买了以后就觉得 诶 全家还不错 所以呢 他进而就成为全家的粉丝 还有呢 我们看到很多 那个就是 就是刚刚说的 全家的粉丝 他在进来 以前他还是 就是照旧进来 全家要买东西 他不会去接触到天和 他不会接触到天和 可是他买了天和的东西之后 他就发现 诶 其实有机不等于难吃 所以呢 他吃完之后 就会觉得说 诶 那我其实可以多买一些天和的东西 我们看到最明显的例子 就是那个宝宝粥 很多年轻的妈妈 他是不会去天和的 因为他不知道有这样一家店 但是呢 他进到全家便利商店 然后去买了天和的宝宝粥之后 就给小朋友吃到 给baby吃到 给baby吃的宝宝粥之后 他就会觉得说 诶 原来天和的东西 也还不错 还蛮好用的 他就自然而然 本来是全家的会员 后来就成为天和的粉丝 所以我觉得 这就是一种交换粉丝的概念 对 像听刚刚这个天下杂志副总主笔王一芝 跟我们解释 全家结合天和 全家乘以天和的这个案例 其实是还蛮经典的 因为他们的这个本来的属性 品牌的属性 导致于他们的顾客层 其实是有很清楚的区隔 但是呢 两个又各取所需之后的结合 那重点是消费者要喜欢 消费者如果走进去 全家看到天和觉得 为什么全家里面有这种东西 产生反感 这就变成一个反效果 可是如果你现在消费者 走进去全家说 诶很不错哦 还有像天和这样的一个产品 可以买到 那他就会有像您刚刚讲的 这种相成的效果出现 那就变成是说 天和跟全家 重点是消费者要喜欢啊 会觉得说这样的结合很好 因为你喜欢天和的东西 可是天和店太少了 你根本买不到 那有了全家结合之后 就比较方便买得到 那你进去全家的人 接触不到像天和的这种产品 那你现在可以接触得到 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这就会是一个 比较成功的双成的效果 对不对 没错 其实我们觉得这样子是一个 就是过去几年啦 我们发现就是 跨界联名交换粉丝 最成功的案例 因为它其实不是 一朝一夕就可以达成的 它需要时间的累积 然后我们才可以看到成效 那我为什么会在 我们为什么会在 天下杂志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提出这样子的一个方法 行销方法 就是因为其实现在是 大数据的时代 对 就是你更能够了解 你要吸的是什么样 你没有的是什么样的粉丝 你要吸引的是什么样的粉丝 然后你把这些别人的粉丝 吸进来之后 你怎么对准它想要的东西 去做精准行销 把这个新的粉丝 好好的留在你的粉丝群里面 变成铁粉 然后想办法把它养成金粉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 大数据时代最好的一个 行销的策略 好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回到节目现场 我是主持人郑立文 今天跟大家谈的是 天下杂志 他们所挑选的这个主题 作为这一期的封面故事 讲的就是低迷的零售业 那么再加上网路行销的时代 到底有什么样 可以突破重围的妙方 那么天下杂志 帮大家报道的是 跨界联名交换粉丝的成功心法 如何把不同的品牌 结合在一起 那重点就是说 你必须要了解自己的品牌 跟你结合的品牌 就像我刚刚讲的 你要两边的粉丝 都要高兴 都要喜欢 不然把两边的粉丝 都给赶跑了 那重点就是说 你必须能够扩大你的粉丝群 除了淘汰僵尸粉之外 还能够扩大越来越多的粉丝 然后把它变成铁粉 铁粉又变成金粉 金粉可见的意思 就是花比较多钱的意思 所以在我们线上 接受我访问的是 天下杂志的副总主笔王一之 继续请教一之 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到 刚刚一直讲到 就是说这是一个大数据的时代 其实你透过大数据 是要了解自己的品牌 然后了解自己品牌的消费者 他们的好恶 跟他的一个状况 那你要选择联名的时候 我看到你们里面 有写换粉的PayPal 第一个就是要门当户对 像刚刚讲到的 那个成功的例子 全家乘以天合 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但是你们这里面 还报道一个案例 就是说是在两个天平两端的 譬如说米其林三星的移工 跟冷冻食品 就是桂冠 像这样子 会不会就变成是一个 很冒险的结合 其实我们刚刚讲到的 全家跟天合 其实也很冒险 其实我们来观看他们的会员数好了 其实全家他的会员数 他大概有九百万个会员 可是你知道天合 他有多少会员吗 他只有三万 三万 我本来想说九万 还多了 九百万对九万 九万还是差三倍 对啊 那这样全家 他没感觉撂到吗 其实你注意看 就是说他们其实 你觉得他门当户对 如果从会员数来看 他其实不是的 相当不门当户对 对不对 对 差很远耶 但是呢 你从他们在彼此的领域 他的地位你来看 他的市场的占有欲 你来看 天合呢 他其实在他那一块 就是我们所谓的 有机健康养生 有机 对对对 那一块的领域里面 算是 你说他是 数一数二的 对对对 他都是数一数二的 那全家当然不用说啦 最近又拿到了 你看25个 就超越了小七成为这个 又拿到了这个台铁的25个战区 所以我们来看 就是说 他们其实 如果从这个领域来看 他其实是 门当户对的 那我们刚刚讲说 门当户对 其实讲的就是说 你在各自的领域里面 你要排行在前三名 就应该是我们这样说 如果你是这个领域的第一名 你就一定要去找 别的领域的第一名 不然就low掉了 对 否则就会造成 刚刚那个 立文姐讲的 就是说你的粉丝会觉得 你在干什么 我要离开你了 你怎么会跟他联名 那这样子不是破坏了 你的品牌形象吗 其实呢 如果你是第一名 你如果找另外一个联名的对象 是在他的领域里面的三名之外的话 那这个风险度就很高 很高 那刚刚那个 所以才会 所以才会 你们还有一个这个国际上经典的例子 就BMW跟LV像这样子 对不对 这个就是所谓的强强联手 那您刚刚提到的就是米其林三星的一宫 怎么会去对上桂冠 对啊 你可以看到就是一宫好歹他米其林三星 他讲的是美味 他讲的是我们讲老饕味喜欢的 可是桂冠其实很多人 冷冻食品耶 大家都不会觉得冷冻食品是好吃 他跟美味这件事情 其实他是很多人会觉得 差很远 对 那可是呢 如果你在冷冻调理食品这个领域 你来看他 其实桂冠他绝对是 最大的品牌 第一把交椅 这个我们没有话说 那为什么他们要联名呢 其实我觉得就是各取所需 你看桂冠他想要的就是 他一心一意就是希望人 所有的消费者能够把冷冻食品 跟美味这两个这两件事情连在一起 他今天如果去找了三星的移工来做 等于是说我桂冠我可以做出 三星其主厨要的东西 这样子他就非常自然而然的 跟美食美味连在一起 那为什么你会觉得很奇怪 那移工呢 移工为什么要跟他连呢 他自己其实已经生意好得不得了了 干嘛跟他连呢 其实移工他也有他的需求啊 其实移工中南部的消费者 他们是吃不到的 对 他是吃不到的 还有就是说 其实定位 就算北部的消费者 也很难定 也很难定啊 所以呢他如何让所有的消费者能够时常而然 时常去想起他 虽然他是三星 但是他也不想让他让人家觉得他高不可攀 所以呢他就来跟贵官 三星就是高不可攀啊 当然嘛高不可攀 但是他也不希望那么的高高在上 所以他也会希望能够更平民化一点 那如果跟贵官联名 而且他是限量的哦 他并不是我们所谓的就是我们都可以在 所以还是要有一点高不可攀啊 要限量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联名商品 他们都喜欢用限量 对 大家就要去抢 他其实限量有一种就是我们所谓的饥饿行销的感觉 那所以呢他就会在那样子的 就是固定的期限里面呢 达到他的业绩需求 其实我们是可以想见的 那所以说意思就是说移工提供的技术 然后贵官把它大 就是说做成这种冷冻食品的成品出来卖 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比如说那个移工的陈伟强陈师傅呢 他就带着贵官的这个主厨 他们一起到汕头去找出来 就是鱼角到底要怎么做 然后呢贵官呢 他去做这样子的鱼角的冷冻食品 做出来呢再给陈师傅试吃看看 这是不是要他要的味道 我听说好像被打回票很多次 后来好不容易才做出来 贵官有没有后悔 其实他没有后悔 其实说真的我觉得他做这个 他不会 他做这件事情他是不会赚钱的 但是呢 那干嘛 他一定不会赚钱 因为太高纲了 太高纲了 那怎么办 但是呢他赚到品牌形象很好啊 他赚到品牌形象啊 所以我们是讲很有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是第一名的话 你一定要跟第一名去联名 但是如果你是市场的第三名呢 你还是要跟第一名联啊 这样子你的品牌地位才会被拉抬上去 所以那移工就是 移工就是收费就对了 跟贵官收费 提供他的这种技术指导 或者是品牌 他是赚这个嘛 对不对 然后因为商品是贵官的商品嘛 对不对 应该是这样说 其实这个品牌是他们彼此联名的 那他们彼此签什么 什么样的合约 我们就不便再去过 再继续去追问的啦 因为我千万不要去移工的时候 端出这个给我吃 我应该会翻桌 没有 不过 不过是说 很多老涛哦 很多老涛他们 其实很多移工的老涛 他们其实上网去 就是说他们其实要去 他们其实都还会上网去 买桂罐这样子的 就会 回家去吃耶 在家里的时候就可以吃这个啦 对不对 对 而且我们还发现很有趣的现象是说 这些老涛他们在上网去购买 这个他们联名的这个火锅 锅底 火锅料的时候 他们还会顺道买一些桂罐 其他自己没有跟人家联名的 一些桂罐的产品 就顺便嘛 对不对 所以你知道这个就变成是说 其实桂罐他的食品原本 他其实没有办法打中这些老涛的心 可是藉由这样的联名 其实这些老涛他也可以 桂罐他也可以扩张 扩张他的这个品牌效益 我觉得其实挺好的 所以桂罐还是卖他原本的品项就对 就是类似这些火锅料就对 他并没有 他并没有去卖一个 譬如说移工有名的东西 在移工才吃得到的就对了啦 然后把它变成 没有 他就是说 他们彼此之间联名去创造一个 我们讲移工的鱼角 然后由贵贯来做 来出这样子 来做 对对对 那其实你现在要买 其实也不一定可以买得到 但买不到吧 对对对 因为非常难买 好啦好啦 甚至人盖得好 那这个 因为他在移工当董事长 好那这个 还有呢 除了刚刚讲的 所以我们就 刚刚讲到很多的这种 联名的一个策略 他其实也要冒一些风险 而且你要很清楚知道自己要什么 因为如同刚刚一支所讲的 就是其实他并不会 他不会因为这个商品获利 对不对 他要的不是那个商品的获利 是不是 他要的真的是像你说的 是扩大他的粉丝的基础 其实他只要把他美味的 刚讲的 配罐只要把他美味的形象 建立起来 其实我觉得之后的那个获益 是大家难以想象的 就是说他藉由一次性的 这样子的联名 他要的是什么 其实你要很清楚 比如说你要的就是业绩 对 就是绝对没什么问题的 通常你如果跟大品牌联名 你业绩通常可以在限期之内 就可以拿到你要的业绩 但是你要想 你这次拿到了业绩之后 除此之外你还想要什么 对 你要的是粉丝吗 如果要粉丝进来 这些粉丝进来了之后 你要怎么去经营他 譬如说我们讲一个 联名非常成功的案例 就是全联 全联他的甜品 甜点 他以前甜点是卖不出去的 就是因为其实我们都会觉得 连价 在全联的甜点 对会有什么好吃的甜点 就是觉得说又平价 然后感觉起来包装也没什么厉害的地方 但是呢 他就找那个 Wishers这样子的巧克力 去做一个联名 但因为我以前没吃过啦 但听说这个品牌的巧克力 以前是 就是等于是说 以前从美国回来的人 才会带这样子的一个品牌的巧克力 来台湾喔 对 我就听说啦 就说在台湾本来吃不到 早期 因为我本身不是巧克力的爱好者 哪一牌啊 Wishers巧克力 对就是 基本上我们去吃这样的东西 就是他一定要有品牌的效益 那就是那个全联呢 他就找这样的巧克力 大牌去联名 然后联名了之后呢 哇 他那个真的是业绩 一飞冲天 他本来没有联名 他可能一个党情卖2000万 他联名之后 一个党情卖了1亿5 我听到都快吓死了 你说是Hershers Hershers 对对对对 讲错了 Hershers 因为我看到你的这个杂志里面 我记得有印象 Hershers Hershers很有名啊 买得到啊 在台湾 但是问题是 本身我不是巧克力的爱好者 所以我其实也没有那么爱吃 对 但是呢 听说巧克力的爱好者 对这样的品牌来说 他们真的是疯狂的特爱 是哦 现在有在卖吗 那我想去买来吃吃看 现在没有了 现在没有了 因为他其实就是一个限量 他就是一个限量 那他们后来就 我刚刚说 他们又跟生有牛奶糖联名 然后也是大卖 OK好 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 休息一下再回来 回到节目现场 我是真理文 为大家访问的是 天下杂志的副总主笔 王一芝 那么刚刚讲到呢 这种联名的策略 我还是想要先问一下 这个一芝 你刚刚讲到就说 这几年 是不是消费市场 这种零售的消费市场 很低迷 非常的低迷 非常非常 是哦 为什么 只要是零售业的人 都很有感觉 就是说 你现在用尽任何方法 你真的很难 从消费者的口袋里面 掏出一毛钱 因为第一个 消费者现在非常 选择太多了 精明 就是说 你现在如果是用一般的火花 很难激起他购物的欲望 你必须 那个亮点必须更强 就要很多梗就对 一定要有个梗就对了啦 没有梗没有办法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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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难哦 很难 很难 那所以 消费者很难讨好吧 嗯 对 那所以 那所以 这个 呃 跨界联名的 都是集中在这种 零售业吗 哦 没有哦 没有哦 其实各行各业都在做跨界联名 呃 我们刚刚讲的像是呃时尚业 它其实已经普遍到不行了 然后各各式各样呃 我们可以讲到就是刚所谓零售业啦 或者是各式各样的品牌呃 比如说这样好了 我说一个餐餐厅那天呃 我去参加一个记者会是瓦城的记者会 那它里面有一个品牌叫大兴 它是一个等于是面食类的 嗯 嗯 然后呢 它就做一个跨界 它是跟卷尾家冰淇淋 做一个跨界 跟什么冰淇淋 卷尾家 在台南 哦 我知道卷尾家 对 它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 呃 台南的一个冰淇淋 听说要到台南才吃得到 要不然你就要飞到日本去这样 然后 他们 对啊 因为我已经骂过那个卷尾家的老板 我说你为什么不在台湾多开几家 然后要飞到日本去开这样子 然后后来 它是台湾的人跑去日本开哦 它在台南有开啊 后来也在日本开 哦就是台南开了 然后就去日本开 然后就没有在其他各大城市开哦 这是什么态度 哈哈哈哈 我已经骂过它了 我已经为台湾消费者念过它了 那 他就帮 呃 呃 大兴特别去 呃 重新去create了一种新的 呃 呃 我那天吃到的是 花生牛奶冰淇淋 哦 我觉得挺好的 对啊 感觉不错呢 哦 对 非常好 啊因为它那个面是那种 就是重口味的辣的面 所以你吃完了之后来加一只冰淇淋 就还蛮饭后来个冰淇淋还不错 这样就对了 是没错 然后我听说最近我听到的业绩 业绩 业绩 他们的业绩回报 听说也都是很多人 很多消费者喜欢 嗯 然后呢 我们看到旅游业 我呃 大概两个礼拜之前 我参加熊师旅游 他们有一个在金华酒店开的记者会 嗯 他们也在做一个跨界联名 哦 他们就是把金华酒店的牛肉面 嗯 翻到邮轮上面去 哦 这个也是一种跨界 就是不同品牌之间的合作 嗯 其实就是强强联手 所以呃 跨界联名 它不只在零售业 它其实在各行各业都可以看到 就包括 做生意 现在做生意的人好辛苦哦 但是我后来发现啊 跨界联名给了这些 呃 这些呃 行销 就是各个业态的行销们 一个创新的一个 非常容易的点 就是说 你想不出任何idea的时候 你就用跨界 对啊 可是问题是说 品牌霸霸准啊 那你要怎么去海底捞针 然后你要想到说 诶 谁跟我适合 然后要对方愿意啊 对不对 对 这个媒合不容易吧 媒合真的不容易 对不对 你要 你要 第一个就是我们说 你要选到一个 真的跟你们当互对的 对啊 而且还要情投意合 是不是 情投意合 对 我就觉得 我在写稿写到一半 我突然觉得 这件事好像就是 在做没人的工作 对啊 就是你要两个素配 然后又要情投 然后彼此的条件还要谈好 对啊 比如说 他们在讲 呃 我们讲跨界联名 其实讲的也就是 就是可能也有一些是 有一部分是品牌授权 比如说像台湾最普遍的品牌授权 就是迪士尼 而且卖的最好 也是迪士尼的品牌授权 迪士尼就靠这个赚钱 迪士尼乐园是不赚钱的 哈哈 他靠全球授权赚钱 是啊 然后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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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去跟他们谈授权 你授权要谈得好的话 其实你条件要谈得很好 就是你要怎么谈 这个有点像是在跳tango 就是你要进一步退一步 你要怎么去拿捏 其实不是那么容易 但是我觉得最初的那个点很重要 你要找谁联名 让消费者觉得耳目一新 就像今年夏天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 就是黑松沙士跟台湖啤酒的联名 结果他们是卖沙士还是卖啤酒 卖沙士啤酒 你看非常有趣 就是黑松沙士出了一款像啤酒的沙士 台湖啤酒出了一款像黑松沙士的啤酒 真的啊两款哦 两款就在那个Seven里面 很想去买来喝喝看哦 听说很难买 一个第一周就开始缺货 是哦 因为听说就是 因为台湖啤酒大家知道 它跟各个品牌都有做联名 但我觉得它跟黑松沙士 这个是最经典的 就是引发一个盲测的热潮 像我们也是黑松的那个忠实粉丝 就是从小喝到大啦 像我就很想去喝喝看 就是说沙士里面有啤酒 是什么样的味道 其实在国外就是 这还蛮普遍的 对就是说你会去盲测 就是说这一杯到底是啤酒还是沙士 就是引起了一阵 有没有酒精喝不出来吗 还要忙 真的你有时候真的喝不出来耶 那台湖要检讨一下酒精是不是太少 没有啦酒精少一点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就是我觉得这一波还蛮有趣的 就是在今年夏天还蛮有意思 你会想像像黑松这样子的老品牌他都想要 赞赞赞 是我觉得黑松他其实想要借由这样子的联名来做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老品牌新生的动作 对对对那你要让年轻人喜欢嘛对不对 然后要增加扩大他的粉丝群啊 不然的话你会觉得黑松沙士永远就是黑松沙士也没别的了 而且我觉得黑松沙士他的行销告诉我一个非常很 应该也是一个重点的一句话 他说他以前黑松沙士如果要行销黑松沙士他一定要去找代言人 然后先付一笔代言人的费用 然后再来他要上那个TV的那个广告 他要上所有的广告 很大的开销耶 但是他告诉我说用跨界联名他一个广告都不用做 一个广告都不用做耶 非常省钱他只要 因为这个产品有一个话题啊 他们跨界联名不用为这个跨界联名的事情或新产品打广告不用 他们顶多就在官网上面说有这件事 那又不用花他多少钱 然后就上架大家就看到说有这个新产品这样 这样就可以了耶 他还没有上架之前他就已经开始在部落客粉丝 引起广大的讨论 广大的讨论 所以当他一上架其实有很多 我就偷偷说有很多小区的店长其实是偷偷塞一些起来不卖的 是啊 是因为他非常的抢手 哦 所以我觉得这一支的联名效果其实是非常成功的 那他们为什么不做多一点呢 为什么让大家买这样买不到呢 每样东西都买不到呢 限量是残酷的 但是黑松沙士跟太虎这不用限量吧 这要限量哦 他们之后还有他们告诉我说他们之后还有更有趣的联名要出手 所以他们希望就是每一支都是限量的 这样子能够引起就是一波一波不同的话题 其实我觉得这样操作是对的 对这很聪明耶 所以现在在做帮这品牌做行销真的是要绞尽脑汁呢 而且要随着时代眼镜不能够再用老招呢 是没错就是现在在做行销也要有新意 你不能就算是用了这样跨界联名的新梗 你也要想办法从老梗里面去找出新的创意 对啊不然的话真的是你就不进则退啊 那不能够不能靠说 你看像连BMW这种LV这种超级大厂牌 他也是要做实时的推出一些这种东西 否则的话你就在这个竞争市场里头真的是很惨烈的 那样的老品牌他也不断要需要有一些新的 对啊 告诉他的忠实消费者说 哎我还在这里哦 不然就变僵尸粉了